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中国已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一直以来 中国以及西方的一些学者中流行着这么两种观点 一是外资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进而带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二是外资可以迫使中国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形式 进而减少中国的贪污腐败 一些欧美财团用这些美丽的说辞游说他们的政府 开放对中国的投资 不要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 不少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经济广角栏目中 我们请著名经济学家何清廉女士 和我们谈一谈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 看外资究竟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从两方面来评价 第一方面 第一就是它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就是给中国政府提供的巨大的税收 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税基 这个是不用说了 还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很多白领在那里接触到欧美的管理制度 还有一点就给中国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欧美企业解决的是白领职位 那么港台之本解决的是这个低数字 劳动力的南领职位 在外资企业做白领的这些工作 据说是已经达到两百万个 等于两百万个家庭收益 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目前支撑中国高消费的一个主要群体 还有一点 外国的这些投资者 因为在中国有太大的利益了 所以反过头来 在自己本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 说服本国政府和中国搞好关系 所以为中国政府大大减轻了外交方面的压力 随着这个投资的增加 外国资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关注中国的人权 中国的专制 还有专制引起的种种问题 德国那些专家们干脆就建议本国政府 要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 就不要批评中国政府 那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美国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面 历来就有一个红队和蓝队之说 蓝队的主题思想就是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的差别 强调人权等等 红队就是主张服侍这些差别 就是和中国交往 就是看这个经济利益 那么克林顿时期是红队战上红 那么在布什时期 蓝队已经开始抬头 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 就是需要反恐 要联合中国 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所以蓝队的势力 还是没有抬头的太厉害 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 没有想到的 就是外国人的行费方式 外国资本的行费方式 就是移民办绿卡 办这些贪官污吏的家属 提供定居海外的方便 给中国的贪官污吏 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 这种另类的退出机制 对中国并不好 因为这些贪官污吏的 可以完全不计算 自己的贪污腐败的后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底线 捞得差不多的时候 它在海外有一个基点 可以安全地撤出来 中国不是以前讲 这个政府和民众的关系 有一个水州理论吗 就是水可载州 亦可富州 就是你对老百姓 不要盘驳得太厉害 要不然你会受到报应的 那么中国官员们 现在基本上 可以不再考虑这个州水理论 就是因为有这种 政治退出机制 所以他们可以 不和中国人民共享 被污染的政治生态环境 也可以不和中国人民共享 对他们的贪污腐败 政治黑暗折腾的 千空百川的中国社会 对外资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是一种期待 中国的知识界又是一种期待 应该说呢 就是中国政府的期待呢 已经差不多 因为它成了支撑中国 经济发展的半壁尖山 对GDP的贡献率都达到40% 政府的税收 好多都靠这 另外一个期待呢 就是当时有一个神话嘛 说的是外国资本进入中国 将会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 在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一点期待是落空了 记得我跟有一个朋友啊 在美国资金上面辩论了一次 他认为外国资本 那年进入中国 至少会对中国的贪污腐败有所改善 他说因为国际夸国公司 会迫使中国 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做事 就会减少腐败 我当时就驳斥了他 我说不对 对于你这个呢 没有事实根据 得不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支持 我说像印度也好 墨西哥也好 巴西也好 都是WTO成员国 为什么他们跨国公司 到他们那里去不能改变 他们的贪污腐败 减少他们的 就能减少中国的 这是没有国际经验支持 第二个 本国的经验 也不支持这个 我说像中国 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 事实证明了 不是他们改变了 中国腐败的游戏规则 而是他们顺应了 中国的制度环境 那么他就跟我讲 那个时候的外资 主要是港台资本 因为港台资本 都是中国人吧 中国人天生有腐败的群下 我不同意 那么最近呢 有一篇文章 特有意思 简单就是外国 在中国行费的问题 他说了有一个数据 中国过去十年内 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 其中60%都和外资企业有关系 比如法国的设计师安德鲁 承报了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呢 在中国国内也是备受指责 他在中国用了很不正当的行费手段 取得这个项目和部分工程 这些外资企业行费中间 最出色的就是电信产业 电信产业呢 那么摩托罗拉是做得特别成功的 我记得有一个 随时去了新中国 就是Flasten New China那本书 那个作者就是一个高级主管 他谈了自己在中国的一些经历 其中他就说到 摩托罗拉公司的高级主管 跟他说 他们在中国是如何行费打开市场 行费成本是多少呢 根据他们的披露的数字 一般的是一个合同总经验的10% 中国一直进行了很成功的宣传 把中国宣传成一个 外国资本到那里来淘金的天堂 但是呢 我认为应该这么样说 它是依法经营者的地域 犯罪经营者的天堂 要想在中国赚钱 如果你要想不贪污匪洛 连那个市场要进入都进入不了 其实呢 外商到中国去 需要通过行费 才能在中国打开市场 是一个公开的避免 这几年也不断地 有这样的势力普光 沃尔玛就是因为牵涉到了 向当地官员行费来普光 云南省那个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那个厅长呢 他的妻子就代表他 出面收收沃尔玛给他的匪洛 后来被执政 今年4月8号 美国的电信业巨头南省呢 宣布解雇他的市民高级主管 指称他的市民主管在中国呢 有独自旦的行费行为 其实呢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中国的报纸呢 很多都在质疑这个事情 说南省这里等于是自己断臂 就是从此以后在中国 你到底是行费还是不行费 是个两难处境 你不行费 你肯定没市场 但是你行费 你又出了你的高级主管 那么这个让机认的高级主管 无法做 像美国就有一个反海外腐败法 斐落就是违背了美国的法律 其他的欧洲国家 其实也都有一些瑞士的规定 那么呢 但是他们后来发现 他们如果不行费 不展开这种寻租合同 他们就和别的企业呢 站在一个并不平等的竞争起点上 有很多机会他们得不到 所以最开始就是这些 具有东亚文化血缘的 这些国家 比如日本啊 南韩啊 他们就认同这个腐败的规则 然后就是欧美资本呢 就在一些所谓中国通的劝说小欲下来 也慢慢认识到这一条 有一种人是美国的跨国公司 最喜欢聘请的人 就是在中国有政治背景的这些留学生 尤其是高干职质 是他们最喜欢雇佣的高级白领 雇佣了他们以后 就让他们回到中国 给他们打市场 这些人呢 就是第一 是了解这个中国的制度环境 第二 他最重要的是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他知道怎么样利用他的人脉去行费 怎么样用最小的成本 获得最大的利润 因为这些成本 行费成本 最后又打入他们产品的利润 最后还是消费者承担 反正企业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呢 他们也在中国懂得这个游戏规则 叫做如欲取之 必先欲吃 给予的是给私人 取的是从工贷的一块取回来 但是这些成本都转嫁到我们消费者头上来了 所以中国的手机通发费 是世界上最贵的双相声费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已经学费了这一套 而且呢 他们也不认为 这里在年薪上有多大的亏欠 因为他觉得 你们中国人自己都认同了这一套规则 我们有什么必要来改变你的 我记得在芝加哥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跟我讲 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受到外国人的侮辱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去考牌照 我第一次考没考过 他说一个美国同学就跟我说 他说你们中国人不是善于行费吗 你们可以去生买那个考官吗 他说 我就觉得他在侮辱 我说呢 也不能完全说是侮辱 我说因为中国人确实给人家的印象呢 就善于腐败 我说这一点呢 可能通过到中国投资的外商 回来跟他们的亲朋好友啊 谈到这些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 我说这确实是事实 我说意了 我们与其说别人侮辱我们 还不如我们自己来改善 我们自己的形象 从我们自己做起 我们不做这些坏事啊 现在这个外商呢 普遍地认同了中国的游戏规则 这个腐败的 而且他们的行费手法 已经比当年的赶台资本高明得多 赶台资本因为只能提供钱啦 还有香港台湾旅游啦 还有送红包就是这些啦 但是外商行费的手法 是提供绿卡 帮助这些贪官污吏的子女家属移民外国 而且呢 他们行费的级别更高 基本上呢 很多都是中央部长一级的大官 中国呢 现在是一个党国一体的社会 所有的现代化科技手段 都被共产党用来强化它的统治 就像大家原来呢 以为中国加入WTO以后 国际大的集团 会迫使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办 然后就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政府行为方式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明白了 不是国际的商业集团改变中国政府的行为 而是他们到中国需要赚钱 就必须顺应中国这种腐败的制度环境 就是学会怎么样匪洛官员 另外一个神话呢 就是讲高科技网络的运用 会促使信息自由传播 然后呢 就促使中国新闻体制改革 然后呢 就导致政治民主化 这个神话也破灭了 中国政府开始是很恐惧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高投资 来控制网络 所以他们开始是建立了世界上最盘大的反火墙 现在又和国际上一些很大的公司合作 购买他们的软件 就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央监控系统 叫做经顿工程 这个系统呢 能看能听能思维 能看来就是他有设限系统 能听呢 就是声控系统 还有能够在网络上跟踪任何一个用户 所以现在呢 在网上面发言的人 为什么他们都能够抓捕到 就是这个系统以及部分启动 这个系统全部完成了 是2008年 我相信这个系统建成以后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警察国家 这个监控网络所需要的技术 就是靠海外很多著名的高科技公司 比如美国的SISC 还有就是加拿大的生涯 全世界的那些跨国大公司都参与了合作 帮他们提供技术 包括免费赠送他们病毒 还有网上过滤的技术 其实外国资本到中国去的时候呢 都说的是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经济市场化 最后通过经济市场化的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要到中国帮助建成一条不受政府控制的信息交流通道 但他们到中国去都背信了他们的诺言 他们是帮助中国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他们很清楚 中国政府买的技术 不是去用于什么促进中国的民主啊 发展啊 不是这样 而是用来监视人民 有人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正正有词地说 我们不做 那别的公司也会做 每个公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为自己来开脱 但是也有到中国去看不惯这些事情的人 比如 郭登燦 他就会写中国即将崩跪 还有这个 写那个郭德曼 他会写那个 Flast New China 那个郭德曼那本书 他是写了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西方的 有理想的青年 到中国去投资的一些经历 他说他是怀抱着 要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 然后再促进中国政治自由化 去中国的 想帮助中国人民做点事 他结果到那里才发现 结果和他显现的完全相反 他说 外国资本反而帮助 中国的政养民主 所以呢 外资进入中国 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 再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神话是基本上没有了 美国互联网独立研究专家 格里格·沃尔顿 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的金顿工程的研究报告 他在报告中 批评了某些西方跨国公司的 不道德的行径 这些公司利用他们的技术 帮助中国政府控制人民 扼杀自由 他们有意无意地 充当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帮凶 沃尔顿先生 例举了北京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共利用西方的监视技术 实施大搜捕的事实 由西门子普利子公司制造 世界银行负责支付安装费用的摄影机 记录了1989年几个月里 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每一件事 成了六次后大搜捕的重要依据 沃尔顿先生警告说 政府必须认识清楚 科技不是中立的 它是变色龙 会随着环境改变颜色 最近大名鼎鼎的斯科公司 在美国被起诉 无论审判的结果如何 它无疑是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对任何一个国家人民自由的危害 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 好 观众朋友们 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